親愛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曹老師 今天這題呢 非常難 我們馬上進入狀況 首先我們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 f 等於 2n 加 1 再來第二個函數 g 等於 4n 然後我們有 s 它是一個 set 就是集合 然後它是包含的 positive integers that can be achieved by applying a combination of f's and g's to the number 0 在這種什麼呢 我來給你們做個示範 我們如果有 f of f of g of f of 什麼東西 但是最後呢 一定要是 0 所以就是 0 在這邊 然後 1 2 3 4 來 就是 0 把它放到這邊或在這邊裡面 然後呢 就把它算出來嘛 所以看喔 f of 0 4 就是 2 乘以 0 加 1 就是 1 再來呢 g of 1 是 4 乘以 1 所以得到 4 再來 f of 4 呢 就是把 4 放過去 2 乘以 4 加 1 等於 9 最後呢 f of 9 呢 就是 2 乘以 9 加 1 所以呢 它就是得到 19 那最後這個數字呢 它就是在我們的集合 s 裡面 然後這個 f 跟 g 呢 就是可以 apply 不管要多少個還是多少次 然後是任何的 combination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要知道在 1 到 1024 包含 1024 喔 這範圍裡面有多少個數字是在 s 裡面呢 我們已經知道 19 是在 s 裡面了 那還有沒有別的在 s 裡面呢 對 這題光是把題目看懂都是一個很難的 再來呢 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題其實我是修改了一題 從 Oxford University Math Emission Test 來的 就是牛津大學數學系的入學考的題目 那我修改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樣子比較直接 同時呢 想跟你們說 原本的題目呢 它是說 applied f's and g's to the number 1 就是 1 但是呢 我想說從 0 開始比較好 因為原本的題目 我其實不知道 e 算不算是在 s 裡面 然後我這樣子改 又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不想要把一些提示呢 馬上講給你們聽 因為原本的題目 它是有不同段的 abcd parts 還是 1234 parts 那樣子 然後第一個 part 呢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提示 那我就不太想要讓你知道 來 這題非常有挑戰性 趕快去暫停一下影片 先想想看 然後我們再來做解答喔 好 來 認真的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是 欸 OK 我知道可以這樣子做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換個方向來想想看吧 因為我們知道 OK 這樣子去弄就可以找出 OK 19是在 s 裡面 但是 最主要的是 我們要想說 什麼數字是在 s 裡面啊 對不對 然後那些數字有什麼特性 那 現在我們來發問一下 那這個其實是那個原本題目的其中一題 我想問你們的是 請問 100 是不是在 s 裡面呢 嗯 我們 就是以 fng 去思考一下嘛 所以 看一下 我們有 100 100 如果是有 4 乘以 25 的話就是得到 100 沒問題 好 所以我們這樣寫 4 乘以 25 那裡面這個 25 是從哪裡來的 它是一個 r number 就是一個奇數 那一定會是從 f 過來的嘛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成為 2 乘以 12 加 1 好 可以 那是 25 沒問題 那這個 12 是從哪來的 欸 它是 4 的倍數 就是 4 乘以 3 又可以這樣子做啦 4 乘以 2 然後 12 就是 4 乘以 3 然後呢 再加 1 這樣子 那這個 3 是從哪來的 它是奇數 可以從這邊過來嘛 所以我們把它這樣子寫 就是 4 乘以 2 乘以 4 然後 3 我們要寫成 2 然後 1 然後加 1 然後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加 1 好多框框救命啊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個其實有個加 1 What am I doing 這樣子吧 對 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給這個的 是在這邊 然後加 1 對對對 這樣子 那這個 1 是什麼呢 這個 1 是從哪來的 這個 1 一定會是 f of 0 0 好 最後這個 1 一定會是 f of 0 為什麼呢 因為 等一下 我這個顏色就是很 picky 我這樣寫 f of 0 因為 如果你把 0 放到這邊的話就是 0 你根本都是 0 那我們看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寫 那我們如果 mix and match 的話 4 在外面呢 就代表說 g 是在外面 所以是 g 然後這個是 f 然後呢 又有 4 所以是 g 然後再來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是 f 然後最後這裡面呢 是我們的 f of 0 這樣子 然後 框起來 框起來 這個應該是紅色的啦 然後再框起來 所以咧 我們看好了 這個 100 呢 真的是在 s 裡面 所以 check 好 那 請問 101 有沒有可能在 s 裡面呢 嗯 來 101 它是奇數 一定會是從這邊過來 所以咧 我們這樣子寫 ok 就是 2 乘以 50 然後加 1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 50 從哪邊過來 欸 它不是 4 的倍數 所以它不可能從 g 過來 所以不可能從 g 過來 同時呢 f 一定會給你奇數 50 是偶數 它也不可能從 f 過來 所以呢 你看到了 100 呢 不會是 在 s 裡面 好 沒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把它 就是一直去 check 那當然啦 我們不是電腦 除非你真的有個電腦 然後你就是寫一個程式 然後去把 1 到 1024 每個數字 都去檢查 那如果你真的有去寫的話 你把那個 code分享給我 Python 還是什麼的 都可以留在下面 那我就蠻想試試看的 當然啦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欸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難的題目了 對不對 但是呢 我還沒有做好 我還沒有做好 來 現在 我們再做些觀察 為什麼這個數字可以 這個數字不可以咧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我們看一下 當我們看說4乘以25的時候 這拿到100其實很難 因為我們要做乘法的時候 在實境位 就是有10個數字的時候 01 35 6 7 8 9 那些其實很難去算 我來解釋一下給你們 請 0 因為看好啦 我們這個有2 有4 然後這個呢 1024 它們其實都是2的什麼次方嘛 來 首先呢 先跟你們講一下 如果我們是在 base 10 就是實境位的 就是普通的數字 system裡面 如果沒有25 乘以4 那當然啊 你可以去算一下 就是會拿到100 沒問題 但是我們就是要用到很多個數字 然後 很多個digit 然後就是 好像沒辦法看出什麼規則 但是 如果你就是真的有學過 Computer Science那些的話 你會知道 在2進位 乘法字非常簡單的 尤其是乘以2的時候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是在講 Bass 2 那Bass 2 25的Bass 2是什麼呢 我們就把它看成 2的什麼次方嘛 然後加起來 這個等於 16加8加1 就是24加1 就是25 那25呢 InBass 2是什麼 我們有 這個是2的0次方 然後這個是2的3次方 這個是2的4次方 我們從右邊寫到左邊比較好喔 我們有一個2的0次方 我們沒有2的1次方 我們沒有2的2次方 我們有一個2的3次方 我們有一個2的4次方 所以 11001 就是25 在Bass 2裡面 那一般呢 我們這邊可以放一個小小的2 好 那我先這樣寫停下來 就不寫 因為會蠻亂的 再來咧 各位請看喔 如果我們要乘以4 那就是 001 反過來這樣寫 沒有2的0次方 沒有2的1次方 有一個2的2次方 那如果我們現在相乘的話 各位請看 這就是11001乘以100嘛 就好像乘100一樣 怎麼做 就是後面放兩個0 然後再來1乘以這個 就把這個數字抄下來就好啦 我們就是 就是從右邊寫到左邊 10011搞定 你看喔 當我們乘以4 在Bass 2裡面 到最後面只要放兩個00就好 這個規則很棒 所以這個是 這個 fg 好 這是g function 那如果我們 有Bass 2 還是做25 但是這次呢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 把25放到f裡面 然後在Bass 2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 11001Bass 2 首先呢 我們要乘以2 那就代表說 我們要乘以10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非常簡單 因為只是 把0放到過來 然後1乘過去嘛 就是10011 但是還沒完 因為到最後還要再加個1 所以在最後呢 再加一個1 好 這些都是Bass 2 好 0加1呢 也很棒 就是一個1 然後呢 後面就是再加一下 10011 那這個就是 function f 在Bass 2 會做什麼 就是你有一個數字呢 當你apply f的時候 你再做後面再放個1 就好啦 所以呢 當你不斷放f 或是不斷放g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生產 00或是1 這樣子 那當然啊 我其實是看到那個原本的題目 它的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叫你把100寫成Bass 2 expansion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提示 因為它不會無緣無故叫你把那100寫成那個什麼Bass 2 expansion Binary expansion 那就也是一個很大的提示 但是這題呢一定要以Bass 2來看 要不然的話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如果你可以做不用Bass 2的話 那也跟我講一下 那我會很好奇的 好呢 那沒問題的齁 那 這個跟剛剛那個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關聯的 我們再回去剛剛那一題好了齁 剛剛這個100 100我們可以看成是什麼 Binary expansion Powers of 2就是 64 然後加32 這樣子的話是等於96 然後再加4 然後這個是2的2次方 2的5次方 然後這個是2的6次方 那100呢 這是Bass 10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從右邊寫到左邊齁 沒有2的1次方 沒有2的0次方 然後有沒有2的1次方 有一個2的2次方 沒有2的3次方 沒有2的4次方 有一個2的5次方 有一個2的6次方 所以100呢在Bass 10就是這樣子 當然有別的做法 但是呢100蠻小的 所以這樣子比較快 你想知道比較有規律的做法呢 以後再做給你們看 那當我們看這個Bass to Expansion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F跟G呢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囉齁 有答案在剛剛 但是現在我們再錯一次 其實你看齁 我們後面有00 對不對 00是什麼意思 00就代表說我們最後乘以那個 apply那個G了 就乘以4了 然後有個E E是什麼意思 E就代表說我們做了F 只要有00 就代表說我們applyG 然後只要有E就是applyF 只要有E就是applyF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其實我們看什麼呢 就是從右邊開始看到 因為到最後我們這個 00就是代表說最後乘以4的意思 所以從G先放但是最後再做 然後呢這個E就代表說我們有F 然後這個00又是G 然後這個E又是F 然後最後這個E呢我們把它寫成F of 0 因為我這個題目我改過了 這是從0開始的 然後呢就是框起來 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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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G F Girlfriend Girlfriend 然後F 這樣子的意思 好 跟剛剛的一模一樣 所以 切記啦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數字是不是在S裡面 我們得看Base 2 Expansion 就是Binary Expansion 在Binary Expansion裡面呢 00一定要在一起 我們不可以有三個0 好 我們不可以有三個0 00 00 這樣子 我們可以有四個0 不可以有五個0 我們可以有六個0 但是不可以有七個0 這樣算 那這個1呢 沒問題 好 那現在雖然大概知道了 但是呢我們還沒有去Count啊 就是去數到底有多少個 數字會是在S裡面啊 這一題 光是 懂到這邊就已經 都是要 就是 想到用Base 2 就已經 我覺得是很難的 然後還要去Count 我覺得就是 很大的很大的挑戰 好 以下呢就是 得 用Base 2去想 二經位去想 同時 我這邊 我出的題目 這邊這個 1024 就是2的十次方嘛 好 我們以 這樣子看 首先如果 這邊都是Base 2喔 那這個也是超高值的 好 先超高值的意思 如果我們有 1 好 那就是 1啊 沒問題 那如果我們有1 然後後面一個框框的話 就是 可以放什麼 只可以放一個1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選擇 這是一個選擇 這是一個選擇 這是我們要的數字 然後要看看 有什麼是在 S裡面的 好 如果我們有1 後面兩個框框的話 請問有 這好像就是我剛剛做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把它拆開來 好 如果1後面兩個框框的話 請問我們可以放什麼 我們有可以放00 或是放 可以放01嗎 不可以喔 因為 一定有00在一起 所以不可以放10 也不可以放01 所以我們只可以放 11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的 再來如果我們有看1 然後後面三個框框的話 那請問我們怎麼辦 這個就稍微有點難的喔 我們去看看 可不可以放000 不行喔 因為一定是偶數的00這樣子 那我們先做簡單的好了 如果最後面是1的話 咦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放00了 那如果最後面是1的話 我們同時也可以放 嗯 11 對不對 OK 那我們還可以放什麼呢 喔 我有這樣寫 1 然後 123 後面如果是0的話 不行了 一定是00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說 前面這邊一定只是一個1 啊 好 沒問題 所以這是1 2 3 4 這個選擇了 就是看後面有幾個框框嘛 再來呢我們看一下喔 1 如果後面有3個框框 有4個框 1 2 3 4 4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最後面是1 像我們剛剛做的最後面是1的話 那就代表說前面這邊有什麼可能 我覺得可能也有看出來的 如果你這樣子看的話就真的很好數 剛剛那個實在是太難了嘛 來 如果我們最後面是1的話 前面這邊可以是0 0 0啊對不對 可以是0 0 那前面這邊是1 對不對 那 還可以放什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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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那 100可以吧 100 這也可以啊 那還有沒有別的 111啊 也可以啊 111 好 就是這樣子 那 當然啊 我們還可以別的 1 然後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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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後面 如果是0 就代表說 這邊呢一定也要是0 那現在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代表說 要嘛是00 這也是可以喔 或者是 11 01 10 什麼的 不行 那各位有沒有看出什麼 嗯 好像 似曾相似的東西呢 我應該沒有把它 弄得不好 有沒有 看出來呢 要再做一個嗎 再做一個來 在這邊 所以就是1 然後面有 5個框框 123 45 來 如果這邊是1的話 請問會有多少個 會有多少個 選擇呢 這邊的選擇 你看到 當我們放1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剩下的選擇 其實剩下的選擇已經在哪邊出現了 已經在這邊出現了嗎 因為我可以把這邊的所有東西抄下來 比方說 1001抄下來 1001 然後或者是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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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1111 把這邊抄下來 同時也可以抄這邊下來 就是0000 0000 0000 因為後面是1 沒關係 或者是1100 對不對 yeah 就沒問題嘛 後面是1的話 其實這邊呢就是前面有多少種可能就把它放過來就好啦 再來咧 over 來 1然後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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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對 後面是0的話 再代表前面這邊也要是0 那這邊三個框框 三個框框框框框什麼 拆這邊跟這邊OR 所以這邊001 0 03 001 然後111 然後再來什麼 100 好 以此列推 這個呢就是你要怎麼去數啊 就是從小的開始去把它數出來 那在原本的題目上面呢 他其實已經有告訴你那個公式了 然後呢就是要把它證明出來 那同時呢 你要去寫 排列組合的證明 我是覺得 看能 覺得你寫的好不好 所以就覺得 比較難去寫 我覺得排列組合的證明是比較難去寫 比較難去寫的 但是當想到了時候 就 OK 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來放一些 notation 好了齁 比較好算 比較好計算啊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也不用了 因為如果只是這題的話其實也不用 來 我們用藍色來寫 the number of possibilities 所以這邊就代表幾個選擇 這邊就是一個選擇嘛 一個選擇 那這邊又是一個選擇 那這邊要幾個選擇 兩個喔 兩個選擇 那這邊幾個選擇 總共的話就是 一個選擇 兩個選擇 三種選擇 所以是三個選擇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一個選擇 兩個選擇 三個選擇 四個選擇 五個選擇 各位看出來了沒 超帥的吧 對不對 一 一 二 三 五 接下來是什麼 八 這個選擇呢 是八 為什麼 來 你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過了 最後面要嘛是一 要嘛就是零零 當你是一的時候 你就把所有的這邊選擇放過來 到後面是零零的時候 你就把這邊看過來 然後把那邊選擇抄進來 對不對 那 希望大家已經看出這個 的做法了 那我 欸 這個等於三加五 這是一個叫做 Fibonacci Sequence的東西 超級厲害 超級棒 我也不知道 是哪一位神能想出這一題的 就是原本的這個兩個函數啦 那當然我這樣子做是比較簡化版的 所以呢 我們最後就是這樣子做 答案怎麼做 我這樣寫好了 就是要把全部的加起來 就是一加一加二加三加五加八 但是想清楚喔 到八這邊是什麼 這個是 二的一次方 Sorry 二的零次方 二的一次方 二的二次方 二的三次方 二的四次方 二的五次方 所以這個是三十二 三十二 那我們要到一零二四 就是二的十次方 好 二的五次方的話呢 就是有 八個 大家看喔 是零一二三四五 那我就繼續下去嘛 加 再來下面這個Fibonacci Sequence 就是十三 再加 這個時候要小心一點算 就先把Fibonacci Sequence寫下來好了 三十三加二十一等於 三十四再加五十五 來這個是二的五次方的case嘛 所以是六次方七次方八次方九次方 那 我們 到這邊就好 對不對 那到最後呢 就小心一點 因為我這樣說 所以這個其實是什麼 到最後再加個一 等一下 我這樣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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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到最後就把 所有東西加起來 就是一加一 加二 一加一加二加三 加五 加八 加十三 加二十一 加三十 四 加五十五 這樣再加一 答案呢 一百四十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對 因為這個 就是最後一個就是 一一讓所有都零 那是唯一個case 然後後面 後面就不再放別的東西了 就有十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你要小於等於一零二四嘛 所以後面不可以任何東西 唯一的就是全部都是零 所以 最後這個一呢 就是 這個數字 OK OK 希望這題呢 就是 講的 算是夠清楚 但如果你們想要去挑戰 原本的題目的話呢 我會把那個題目放在 資訊欄裡面 同時呢 他們也有他們官方的解答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他們的正名題呢 是要怎麼去寫的 那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題就這樣子